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明朝末年的九千岁魏忠贤 说到这个魏忠贤呢可能很多人会先想起刘宝瑞的一段相声叫连声三级 在那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魏忠贤 包括电影电视小说演魏忠贤的也没少演 其实不用我多说您也能知道魏忠贤既不忠也不贤 这个人呢原名叫李进忠生于龙庆二年也就是1568年 他是何建府肃宁人魏忠贤天生一副无赖样有那种无赖的气质 无赖也有气质啊无赖也有气质 你一看这人说话呀办事一举手一投足就能看出这人呢 有没有修养有没有素质 经过学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说话一办事您就能看出 那没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像剁尾巴猴一样您也能看出 魏忠贤打小有三步 不读书不做事服务正业 但是这个人呢很聪明 你看魏忠贤并不傻呀 极其的机灵 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 长大之后贪酒好色 最喜欢的就是赌博 喜欢人情显贵奥利多尊 好征扬斗盛 尤其这赌博场上年轻时候的魏忠贤没少了去 有一次跟人家赌博赌红眼了 最后孤注一掷 把本都压那儿 结果这把又赌输了 和获胜的这高兴啊 嘲笑这个魏忠贤 当时叫李尽忠 我说就你还来赌钱 拉倒 你有多少输多少 你这人慢说赌钱 干什么也不行 干脆啊 听我的话 回家撒抛尿 亲死得了 你说你活在这个世上啊 哎呀都给你爹妈丢人呢 别人吵着你都好笑 算了算了 打这儿起以后 你别说认识我 我丢不起这人 大伙一听哄堂大笑 魏忠贤这人很好面子 模仿拉屎 脸朝外的主 受到这样百般凌辱 一气之下 魏忠贤真狠 自行阉割 干嘛 要当太监 决定走宦官太监 这条光明大道 干嘛 图自己以后飞黄腾达 把老婆也给改嫁别人 就这样 在万历十七年 也就是1589年 被选入宫 这个魏忠贤 可不甘心做一名小太监 进宫之后 拿耳子这么一扫听 加上自己的这么一分析一判断 你看到什么时候魏忠贤都好赌 现在也是赌 赌谁呢 把宝就压到了皇长孙 朱游孝的名下了 认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继承大统 跟着他肯定没错 于是乎想方设法来巴结这个皇长孙 书说简短 魏忠贤当上了这个朱游孝母亲 王才人的典善官 什么叫典善官呢 这个典善就是专职负责饮食供应 就这样魏忠贤进了这个皇长孙 朱游孝的生活圈子里 这个朱游孝也就是后来的明西宗 打小丧善母 由奶妈克氏抚养长大 这个克氏18岁入宫给朱游孝当奶妈 19岁丈夫去世成了寡妇 朱游孝打小就他给带大的 所以这两个人感情极深 长大之后也离不开他 为什么后来这朱游孝当了皇帝不到一个月 就封这个克氏为奉圣夫人 魏忠贤也不傻呀 所以对待这个克氏也是百般的讨好 你看这回这魏忠贤这宝压对了 后来朱游孝当了皇帝之后 就把魏忠贤给提拔起来 让他做私礼监丙比太监 掌握要权 从一个目不实钉睁眼瞎 一跃大权在握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 说魏忠贤不认字 那身边有人没有 也有人 他提拔了两个认字的太监 一个叫王体贤 一个叫李永珍 可是魏忠贤这个人 生性猜忌 残忍 阴险毒辣 所以在宫中 没有人敢跟他作对 比方说这个王体贤 虽然说官职在魏忠贤之上 但是对于魏忠贤是服服帖帖 掀起三年 魏忠贤掌管东厂 这权力也就更大了 再加上这个客室作为内源 权势日益显赫 这个时候朝中两大派官僚斗争 日趋激烈 谁呀 燕党和东林党 东林党派大臣掌权 那自然而然对于这个燕党就没什么好果子 不是给贬官 就是给驱逐 要不然就是流放 执政的大臣多次上书 弹劾这个客室和魏忠贤 所以这个魏忠贤的是怀恨在心 心说你等着 早早晚晚有一天 我非收拾你不可 后来在这个客室的缩始之下 明熙宗渐渐从任用东林党人 变为宠信宦官 往魏忠贤这边偏移 魏忠贤得到了皇帝信任之后 趁机从中弄权 勾结内外庭的官僚 网络了一大批人为自己效力 于是乎这个宦官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 甚至于有许多东林党人 也都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 一时间魏忠贤党语颇多是语意丰满 而且这时候 燕党的顾炳连升为守护大臣 掌握了内阁 魏忠贤又和锦衣卫的都督田尔耕勾结 利用东厂和锦衣卫控制百官 一时间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 而且在这宫廷里面 还有像王体前 李朝卿等三十多人保驾护航 你说这魏忠贤有多少人 在文臣方面 有崔承秀田吉 为之出谋划色 称之为武虎 武将方面有田尔耕 徐显纯等人 负责捕杀镇压一党 号称武标 除了武虎武标之外 还有十狗 十孩 四十孙 大小的爪牙 数不胜数 从朝廷内阁 一直到地方大园 巡抚支县 很多都是魏忠贤的人 那也说 这明熙宗没事都干什么呢 魏忠贤做了这么大的事 难道说他就看不见 他就不管吗 您打开历史看看 明熙宗有个爱好 爱好什么 爱好干木匠活 奔凿补具 刷刷油了 喜欢这个 每天早晚呢 就摆弄这些东西 据说这个明熙宗曾经在这庭院当中修建了一座小宫廷 仿造前清宫 高了一下 不过三四尺 做的是十分的逼真 巧夺天宫 可以说是天才的木匠 做木匠 他够一板的 当皇帝 这差点 只要看见这木匠活 乐此不疲 魏忠贤掌握了这条 所以就在这西宗做木匠活的时候 拿了这些奏章文本 叫西宗来批复 西宗就很讨厌 哎 行了 你不必拿来了 朕已经知道 你就看着办 打这起逐渐的大权旁弱 而且这个魏忠贤 没事经常出去耀武扬威 每次出行 这个仪仗队气势豪华 不亚如皇帝出巡 神气十足 魏忠贤在车上一座 锦衣玉带酒灯长须 旁边好多武士哥那保护 这要出行有数万人 声势浩大 所到之初 很多的官员无不跪地相迎 高呼九千岁 九千岁 差一点就是万岁 这魏忠贤在车上是看也不看 理也不理 而且朝中的事情 事无巨细 都得到魏忠贤这来批复寝 是魏忠贤要不同意 这事你就办不了 所以一时间朝野上下只知道有魏忠贤 根本不知道有那个木匠皇帝 俗话说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 魏忠贤这一掌权得失 他身边这些亲戚一个个也是平步青云 比方说魏忠贤魏彭义本族的人 这两个人呢还是吃奶的孩子 给封为太子太宝少师 再比如魏忠贤的亲戚魏良卿 甚至于代替天子在南北交的祖庙里祭祀天地 难怪天下人都怀疑 说这个魏忠贤呢要篡夺地位 就这样魏忠贤是胡作非为激起民愤 许多正直的官员义愤天鹰 天启四年 副都御史杨莲上书痛斥魏忠贤 给列了二十四条大罪 这份奏折到了司礼监之后 魏忠贤就听说了 哦这是写我的 这我得看看 他不认字 把崔承秀还有田尔庚都给找了 说来给我念的 我听听他怎么写的 崔承秀把这奏折给打开 哈 杨莲写的是有理有据 隶属魏忠贤 祸国殃民 专全部法的种种事实 什么时候在哪 办了什么样的事 人证是谁 物证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一条一条晚些念 念的这俩人都大汗淋漓 魏忠贤起初坐那听着 脸上笑嘛喝的 根本没当回事 后来听到最后 魏忠贤站起来了 哎呀 杨莲 我真得把你千刀万剐了 我可 再听到最后 汗流浃背 这叫贼人胆虚 人家说的对不对 一点都不假 把魏忠贤给气的 我就知道啊 这朝中啊 有帮人专门和我过不去 要不杀这帮人 我难以威震朝纲 可是说是啥 你得找理由 万全之下 找到这小皇帝 在这小皇帝面前哭诉 那客室在旁边给帮枪溜棒 其他的大臣也都跟着说 一起陷害杨莲 这个西宗不明真相 下了一道诏书 把这杨莲大为身赤 结果这件事 引起了诸大臣的公愤 很多人联名上书 弹劾魏忠贤的不法行为 魏忠贤是气急败坏 找了个理由 说这些人结党营私 把持朝纲 或杀的杀 或扁的扁 一时间这朝野上下 来了一次大洗牌 把这些人都撵走之后 魏忠贤把自己的亲信 安插到各个重要部门 为此还不解气 派出这锦衣贤 东厂西厂的拓务 到处搜捕这些异党 比方说 有个叫吴怀贤的这个官员 在家里就把杨莲的这封奏折 给读了读 然后大发感慨叹了口气 结果这事被锦衣卫知道了 抄家灭门 河南信阳 有个渡河的人 看见红船有个北京人 就和他谈起 说这个魏太监欺压朝臣 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没想到那人是勃然大怒 你好大的胆子 魏上公是天生的圣人 你敢一争 这还了着 把这主给吓得跪地求饶 江西南城 有个声员 在书室之上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啊 是教一些人 怎么向这些太监 讨好献媚 结果这人呢 也是感慨了一句 被人家揪住 送到衙门里治罪 总而言之 很多的人都受到了牵连 有时候往往是一句话 结果说者无心 是听者有意 触怒了魏忠贤 被杀被宰 或者说剥皮割舌的 大有人在 就这样 魏忠贤高压手段 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 使得天下百姓 还有许多的官员 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时间坏人当道 魏忠贤 一手遮天 很多人赶紧是溜须捧盛 认为魏忠贤 那是贤财良相 应该给魏忠贤建立祠堂 甚至于把这祠堂 都盖到了朱元璋的 皇陵的边上 你看搞个人崇拜 魏忠贤高兴 皇帝都没这待遇 他有这待遇 全国的臣民百姓 对他是顶礼膜拜 很多当官的 为了巴结魏忠贤 升官发财 所以尽其所好 喜欢什么 给说什么 大造舆论 一时间 大明王朝乱成一锅粥了 就在魏忠贤得意之际 好事故常 这个美梦做到头了 怎么说做到头了呢 魏忠贤的靠山没了 明西宗做了七年皇帝 死了 活了二十三岁 他的弟弟信王 朱友简继位 这也是明朝的末代皇帝 崇祯帝 这个崇祯早就痛恨魏忠贤 所以继位不久 马上搜罗魏忠贤的这些罪状 在这个时候 嘉兴有个共生 上书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 什么一并帝 二灭后 三弄兵 四无二祖列宗 等等等等 列了十大条 于是乎这个崇祯帝下令 要清查阉党逆案 这一查 一连带的人 有好几百之多 十一月魏忠贤遭到弹劾 被流放到了凤阳 走到半道上魏忠贤身边还有一群亡命徒 崇祯帝一听是勃然大怒 命锦衣卫前去逮捕 押回京城审判 李永珍就得到这消息了 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 魏忠贤也知道 这回自己难逃一死 在复城南关游市旅店和他那同伙 李朝青两人一直喝酒 喝到后半夜 最后上吊四斤 尸体被挖出来之后 任人家千刀万拐 李自成进北京的前夕 崇祯帝想起魏忠贤功劳政绩 在太监曹化纯的建议之下 把魏忠贤的这个遗骨收到了香山碧云寺 当然后来在康熙四十年被捣毁了 这就是魏忠贤的一生 实至今天大明王朝是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之下爆发了闯王的起义 咱们下文再说 这就是魏忠贤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就是魏忠贤的这种情况之下